我覺得那些真是很無聊 我覺得那些區橫行動 你去找那些遊客欺負婦 你幹什麼 等於大陸反日那些 又吃完魚生不給錢 然後拉人家下車駕駛 駕駛日本車 什麼都差不多 只不過你沒有暴力行為 我又覺得那些挺無聊 只不過事情由兩邊看 那些官員出來 喊打喊殺出來 但我最近又這樣想 我覺得那些區黃那些 他不是區黃的 我剛剛醒過 你看看會不會拘捕他才說 隨時他們是愛慈頭 出來做一場戲 然後進來 我把頭撞過 然後打劫 這個星期日如臨大敵在西洋賽街 因為有一個拖劫行動 大家拖著那個劫 眾無聊 你說抗拒內地遊客或內地人 或者區駕駛 因為自由行太多人 我當然知道原因是什麼 我現在不是說你的原因我反對 不是說你的方式 那個方式不對的時候 現在有一個新的方式 你就對你就死了 現在有一個新的方式 新的方式就是我們 那些人會下去講一些愛國口號 愛祖國用國貨 不要來香港 但其實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你意識形態的形態就是抽象的東西 同時也有具象的東西 你抽象得來 你說哪一個在這裡說 說你們香港就靠我們 不是你就死了 你說 是不是具體某一個你下來 拖著一個吉馬爾的人來講的 不是你問他可能那個 那個師奶那個 那個穿短裙的那個阿菇 他都不知道你應該說什麼 環球時報最近天天罵香港人 就說你香港人心理不平衡 因為現在大陸富起來了 大陸經濟好了 大陸的人有錢了 下來消費 那你就窮 你就經濟低迷 所以你就心理不平衡 於是就將你這個心理不平衡 這個情緒 就宣洩在這些來香港 旅遊消費的人身上 這個是一個成果 環球時報你知道是人民日報 我知道環球時報 他是代表官方的 那和環球時報 大家去討論一下 所以現在環球時報說 接著我就找一個中國人 但是找一個內地人來打他 那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族群衝突的問題 如果大家平時有看電視訪問 其實部分大陸下來的接行旅客 都有這個恩主的心態 記得有一個人說 我們不下來買東西 你香港死的 所以那個 我懷疑有幾個 都很多人是這樣的心理 那當然 那些人這樣的心理 其實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他當然 不知道在哪裏共出來的一個東西 他看完之後就覺得是 見到幾個人 就是在那裏驅王 或者在解放軍總部到門口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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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毒 那就是那幾個人 講毒 有幾個人這樣瘋 就這樣 就發瘋了